由Beyond前成员叶世勇发起的家居延续爱心演唱会 本周五在香港会展举行 6月7号叶世勇跟一早答应参加的旧队友黄冠中出席彩排 虽然Beyond另一名成员黄家强拒绝参加演出 但Beyond的早期成员刘志远却意外的现身支持 真的是一幅非常难得的画面 三人还同场的演绎Beyond经典光辉岁月 属于我们的Beyond又回来了 Beyond非常有联系 只不过后来他去了台湾 见面的机会比较爽 以前虽然我们没有同台演出 可是其实也有一些见面 去喝个茶 见个面聊聊天那种 Beyond在2005年正式解散之后 成员们各有各的发展 恩恩怨怨的全文也一大堆 不过成员们都不约而同的结婚 然后生儿育女 如今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人 再重新聚在一起玩音乐 肯定百感交集吧 不知道Beyond的音乐精神 能否在Beyond的下一代得到延续呢 我在家里那时候我弹音乐 他跳舞唱歌 他觉得好 他也会无缘无故突然拿一把吉他给我 塞给我 爸爸你弹吉他我打鼓 给我一个鼓 小鼓 他弹吉他我打鼓 都有都会有 有我的小孩他喜欢的抄东西 看到什么都抄 跟我小时候一样 另外谈到即将到来的父亲节 也是用跟皇冠中被问的怎么过 当年的愤怒青年 原来早就已经进化变成慈父 这个轻轻烈的文已经非常开心了 其实也不用考虑 也不用计较什么礼物 只要是礼物 只要看着他们 已经非常开心了 我收过一些 一张纸上面 画了一只不知道什么符 符号在下面 符号在下面 送给我 爸爸送给你 皱皱的 然后他就会贴在墙 在墙壁上 开心的 其实是开心的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